台灣拳後林育婷行程滿檔 今天上午跟媽媽還有教練曾自強 一起參加櫻歌曲公所 舉辦的凱旋返鄉大遊行 指引大批的粉絲到場 林育婷就說了 能夠因為體育還有拳擊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真的很開心 但是現在在網路上 確實有人販售林育婷的簽名照 對此她表示說 希望這些照片 粉絲們可以自己收藏 大家一起拉開手中禮炮 我國奧運金牌拳後 林育婷來了 拿起手機想記錄下這美好螢幕 一旁粉絲配合度超高 熱情歡呼 更把現場擠得水洩不通 林育婷和教練曾自強站在車上 開心揮手比讚比愛心 18號上午他們參加櫻歌曲公所 也就是林育婷老家 所舉辦的凱旋返鄉大遊行 一早就吸引粉絲到場等候 希望能一堵金牌國手風采 讓大家可以認識我 認識拳擊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與驕傲的事情 也謝謝那個 AJ 啊 對對那個 就是 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 然後讓我們 大家都可以認識我 世界前後 林育婷 回到母校同樣受到學弟妹們歡迎 車隊遊行結束 林育婷抵達 英哥工商 英哥國中 以及英哥國小 所到之處都引發關注 就連簽名照 最近都被有心人士拿到網路上販售 照片中 林育婷戴著藍色拳擊手套 下面還用金色的筆簽名 商品售價標示為1500元 在電商平台曝光後 不少網友猜測是有心人士去排了 日前奧運國手出席的簽名會後 再放到網路上兜售 痛批這根本就壞了選手們的美意 希望大家不要購買檢舉 讓商品下架 簽名 蠻辛苦的啊 對 然後我們就是 可以的話就是自己收藏嘛 畢竟就是 這是一個回饋粉絲的活動 另外大家也關心 2028洛杉磯奧運 拳擊項目是否會消失 不過現在有好消息 去年成立的世界拳擊聯盟 宣布台灣正式成為會員國之一 目前組織已經有42個會員國 接下來有望增加更多成員 爭取獲得國際奧會的認可 讓拳擊不再2028奧運缺席 藉台北新北綜合報導 我們有aint的 請稍後 一